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下午的第一场 好像也是整个database session的唯一的一个speaker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云山网络的向阳 然后我们主要做的工作是云原生应用的可观色性 然后今天的一个分享的议题是 我们怎么给Promiseuse做一个高性能的remote storage 那这里面的一个特点呢 是它支持unlimited time series 无限的一个时序 对 大概是这样一个议题 可能需要花一小点时间 一夜PPT来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Promiseuse它的一个背景 它是Kubernetes生态里面的 用于指标监控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组件 然后一条监控数据 这个PPT里面展示的一条监控数据 我们看到的是它由matrix name 然后nabel 以及metric value和time stamp组成 对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说当前面这一部分红色的这个部分 它的cardinality 它的基数很高的时候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解决办法 通过一些开源 已有的一些开源的生态 比如说一些劣势的OLAP的数据库 能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高技术的场景下 数据的持久长期存储的一个问题 对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议题啊 那我们在我们的产品的客户处呢 也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 实际上大家对于持续数据库的这个点呢 也谈论了很多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高技术问题 high cardinality problem 对 可能从数学上来讲啊 cardinality呢 可能会在极端的情况下 会约等于metrics name的基数 乘以后面的每一个label的 它的可能的值的一个情况 我们下面也结了一个图啊 这是一个2000万series 这个不算大 那可能有2亿甚至20亿的这一些场景 2000万series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生产环境 它里面的一些nabel 那其实用户在去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去注入中间的这个C那一面 是说相应的这个nabel 它的value的数量 可以看到像ID啊 有17万 containerID16万 name14万 这都是一些非常高技术的一些nabel 对 其实这个就会导致像premises 它本身的一个内存的一些用量的问题啊 以及它的查询的速度的问题啊 比如说我们就最简单的 像CPU的一个查询 对吧 我们刚才上一页呢是 对一个CPUtotal 那我们由于有一些像CPU核的那个编号 以及呢state 比如system等等这样一些存在 其实我们只要查一条曲线呢 可能都是hit到呢 很多很多时序 这个时候呢 也会导致查询会 在hit到大量时序的时候 一次查询速度会慢 然后呢我们为什么会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呢 就是unlimited time series 这其实在小规模的程度下 一般不会碰到 可能在去用插装的办法 暴怒普朗米修斯的数据的时候 指标数据的时候 也可能不大 是那么经常的碰到 这个时候一般呢 可能管理员 或者是运维团队呢 会要求开发再去使用暴怒指标的时候 会去尽量避免暴怒一些高技术的一些标签 对 那我们用到的 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点呢 是我们有一个deploy的这样一个 open source的一个项目 那么它其实在里面呢 会去通过ebpf 就左侧的这个ebpf 来去采集很多 任何服务 任何request等等 这样的一些指标数据 那这里面的指标数据 就是我们屏幕里面的第一行看到的 其实它会有一些很高维的一些字段 像clientIP clientpod 圆端口号是一个随机的 比如说endpoint url podname 刚才我们看到podname它有十几万 那还是一个挺小的一个环境 那随着每一次pod的重建 都会增加一个 这个对cardinality有些增加 我们的结果呢 就是说基于最右侧的clickhouse呢 能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今天呢是想分享一下 我们再去用到这些 比如说成熟的一些 用clickhouse 在此之上 去怎么样构建一个计算层 来去解决这个高技术的 实际数据库 实际数据的存储查询问题 那下面的这一期的片子呢 可能我首先会讲一下 我们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以及它是一步一步怎么迭代到 现有的我们产品里面的解决方案的 最简单的办法呢 因为其实对于指标来讲 它的这个label呢是不固定的 最简单最直观的办法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label或者叫tag 把它存到两个数组里面 对吧 两个array stringarray 标蓝色的这两列 然后我们在去查询的时候呢 只需要找到这个name 比如说我们要查host 这个label相应的值 我们要找到它下标 就能够去 对应这个下标所在的tagvalues 这个位置的 就是这个label的value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搜索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原始的一个做法 这也是因为列式数据库呢 它是一个schema的这样一个数据库 你需要先定义 数据库的schema 你就要去不可避免的去 把这种动态列字端 要有一个解决办法 当然这个解决办法呢 很快就会遇到问题 比如说呢 我们在很多环境下就会遇到呢 这是一个metric 它的打的tag 或者打nabel吧 这些nabel的数量 这下面有一个数79个 这其实还不算最大的 我们有些常以下 比如说打到180个呀 或者是更大的 这个nabel的数量都有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 在用这种方法来去做存储和搜索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慢的一个搜索体验 比如说你要匹配的这个tag的name 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所以它只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并不是说呢 就是只是一种可以去存下去的方案 并不是说能带来 能可接受的一个查询体验 所以我们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说呢 你列式数据库呢 一般都会有比较强大的这个大宽表的一个存储能力 像这个Clickhouse呢 在16年的就能达到说 哎呀我存1000个列应该是没问题了 那我们在大量的这个环境下都碰到呢 可能所有的指标 包括它所这个设计到的所有的那个nabel的name呢 可能是百量级数百量级的低于1000的 那可能Clickhouse呢 现在能支持的列数更多 所以一个显然的一个解决刚才这个问题的方案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nabel给平铺开 对吧 APP EMV 什么什么一列一列的放下来 你可以平铺很多列 因为整个环境下呢 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大规模的环境下 也就五六百七八百 这些列就OK就能做进去了 但其实它带来一个问题啊 带来这个问题是说 对带来这个问题是说 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稀疏的这样一张表 这张表才去写入 特别是批量写入的时候呢 都会很不方便 比如说你要写入一万条数据 这一万条数据呢 它可能是 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把一万条数据的所有的列都写下去 这个时候你会写很多无效的一些列 其实那些列 因为它不具有 比如说某一个metrics 它不具有app这个nabel 那你可能白写了 对吧 那也有可能是要把metrics呢 做一些汇总再写下去 因为同一个metrics 它的标签还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在去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又会去想一想 这个可以怎么办 那我们又往前迭代一下我们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可以把这些columns 就比如说以clickhouse这样的 这个列式数据库为例 我们把这些columns的 tag的columns nabel的columns 做一个 就是对齐 因为我们会发现 一个特定的metrics 它其实相关的nabel呢 都是比较固定的 对吧 虽然我们刚才看到的 比如说在上面这个解决方案里面 我们可能要存个一千列 或者是几千列 对吧 但是我们稍微想一想呢 每一个metrics 它所相关的nabel 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客户处 能碰到的极限 也就是两百多一点点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 是不是开辟两百多个列 然后就OK了 但这里面肯定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啊 比如说要把每个metrics 它的columns的layout 去记录下来 但这也是很方便去做的 而且呢 你不用去关心 这个columns的nabel呢 会有一些 比较高的一些动态性 这个动态性一般比较低 而且呢 就是总的来说呢 比如说增加列 可以往后去增加使用 删除列呢 就把它不要再使用 这一个相应的column就行了 所以呢 我们假设我们认为 每一个metrics 都不会有超过 二百五十六个nabel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用 二百五十六个预定义的列 对吧 来它 让它去存储 所有的指标的 所有的nabel 在去查询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每次查的 都是一个metrics 那每一个metrics 我们再去查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 从它的layout column的layout 就能知道 它的第一列代表的是app 第二列代表的是env 第三列可能是一个什么cluster 都可以去解释出来 这其实比较好的去 比如说这里面有 我们假设 navel lane 38 它是host 对吧 它代表的是host 对于一个特定的一个指标 它代表的是host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把这个列s一下 然后用于它的一个过滤 或者分组啊 都是可以的 那其实这已经慢慢地慢慢地靠近我们 比较理想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但是看起来这个256还是挺大的 对吧 我们要维护一个相对来讲 还是会比较庞大的一个宽的一个表 我们可能在有些写入的情况下呢 我们带来的这个写入量还是比较大的 实际数据库呢 它会用一些 它会说 把每一个metric对应的这些列 构建一个seriesid 所以呢 它写每一行数据的时候呢 会去根据这些navel的这个值 来去得到一个seriesid的时候 只需要写一个id就行了 所以相比较下来呢 写入的这个数据量啊 还是相比于实际数据库的机制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相当于实际数据只要写一列 叫seriesid 那我们要写256列 那这个事还可以怎么往前进一步吗 那我们就在思考一些问题 比如说 实际上我们分析一下 premises里面的这个labels 我们就会发现呢 它会有两种类型的labels 比如说这个 一般在大马里面通过插庄 或者是直接去 业务代码里面填的label 比如说我们的app owner 那个endpoint owner可能都可以在下面 比如endpoint userid error code 这些呢可能是 它是业务级别的一些nabel 对吧 也可能是我们可以理解成 每一个pod里面 这个nabel的取值可能是很多样化的 这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app的nabel 那还有一些可以认为是infra级别的nabel 就是说每一个pod里面 或者至少每一个进程吧 每一个container 它的相应的nabel呢 从它创建的那一刻起 进程启动 container启动 从那一刻起呢 就已经确定了 那我们把它叫做infra的nabel 实际上我们也在思考 在观察一些现象啊 比如说啊 pod呢 就是cubernetes里面 pod在去高频的去重建的时候呢 往往会导致我们的实际数据库里面的基数 失控 这是因为呢 比如说上面的这个app label呢 它可能它有一个G 比如说它是一个100万的一个G 那下面的这个infra的nabel呢 一般它的G啊 cardinality呢 应该是正比于或者线性关系于这个pod的数量 或者叫做一段时间 比如你的数据留存时间是14天 那应该是14天以内 所有的pod的name的数量 对吧 那虽然这两个数都不大 这两个两组标签的cardinality的值都不大 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去看的时候呢 这样插成起来呢 拿到一个迪卡尔基 它可能会达到上千万 对吧 它可能会或者是上亿的这样一个量级 那我们下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其实也是从我们的一个 生产环境下拿到的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对刚才我们举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就像CPUtotal这样的一个metrics 那它会有一些target enable 这target enable呢 我们可以从premises的target的api里面 我们会去get它 它其实就能够去返回这些target enable 实际上也是我们在renapling rule啊 等等这样一些环节呢 我们可以去给它注入进来的 这是由premises server doans去注入的一些nabel 那么还有一些呢 是可以认为是在connector或者叫这个exporter 这一侧自己生成的 比如说CPUE啊 state system啊 这些可能就是我们认为是app label 刚才举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环境 它有2000万的cardinality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值 实际上我们分析以后发现target的数量才有一万多 而这个cardinality所有的app label 就蓝色这一部分呢 可能才有不到100万 这些差距呢就是20倍 而且呢其实这个差距呢会随着你的整个指标数据的留存时间的一个扩大 会增长得非常快 这因为呢这个pod的一个重建啊 是非常高频发生的 比如说我们有些场景下会要求指标数据要去留存几个月 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差距可能会达到100倍这样的一个量级 对 那我们就利用这样一个特点呢 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了 把每一个metric的这个nable的layout去存储下来呢 那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存储更多呢 实际上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件事 就把target的nable和app的nable把它区分开来 刚才我们可能要去每一个metric 它可能有256个nable要去存储下来 但实际上呢 可能由exporter这一侧 去暴露的或者去注入的nable呢 可能是非常有限的 这里面64个呢都是算比较多的了 对吧 这64个已经足够我们来去使用了 那其余的和pod来去 相当于能去推导出来的 关键出来的nable呢 我们可以都把它归结到target ID里面 对target ID 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target做一个编码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把原来的256个string的column 去降低到了64个stringcolumn加一个target ID 那我们需要做的一些额外的工作呢 包括我们可能要维护一下相应的这个target 每个target ID 它的这个对应的kvkv的信息 一个target ID呢 通常是由一个instance加一个job的这样一个kvpair 来去确定的 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 对比如说我们instance加一个job 这其实在这是premises它的target API返回的 instance加job其实就能够去定位到这是一个target 其他的这些nable呢 其实都是和它呢来去有一个相当于一一的音设关系的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维护这样一张额外的 其实这个不大了 就一万多个对吧 这环境下就一万多个这个target的信息 使得我们在去搜索的时候呢 我们在去搜索target nable的时候 一定会可以去转化为一个target ID 或者一组target ID 然后另外的这些呢就是比较灵活的呢 它是应用程序内部来去生成的一些nable 那其实呢这个呢 距离我们最终的一个现在的效果呢 还是差了一些 因为这个64呢还是偏大 64呢导致64产生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呢我们其实在很多场景下呢 没有特别的用好这个所谓的这个target nable 有好多这个nable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premises 32端来去注入的 但是呢我们去让它在这个exporter这一侧来去生成了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非常灵活的去使用这样一个能力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比如说deepflow呢就做了一件事 那我们从所有的nable里面呢 去抽取出来一些meta nable 对吧 meta nable呢可能就是我们所有infra nable相关的 比如说pod呀container 那如果说一个pod或者是一个container决定了 我已经确定了 那它所相关联的所有的比如说namespace呀 然后这个service呀cluster env呀等等所有的信息都已经确定了 而这些信息本来就已经在 比如说在这个annotation里面了 在nables 在env里面 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定义一个service或者是workload的时候 就已经能够去掌握的这些信息 假设呢我们 我们认为啊 这些信息都可以叫做target enable 而且呢这些信息呢就是都可以不用去通过exporter来去主动注入到指标里面 那其实exporter需要注入的标签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 应该不会达到64个那么多 那我们在实际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客户处呢 可能顶多就是十几个 但这个可以是一个动态的 比如说你可以是有需要的时候 你增加nable name这个这种列 对吧 但是呢总的来讲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两个meta的这个mata的这个nable 对吧 那我们在去查询的时候 那就能把metanable相关的所有的其他的属性都能查出来 然后后面举个例子 比如说对比如说这样一个例子 这样一个例子呢我们是刚才这样的一个layout 比如说我们插入呢pod和container 当然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其他的metanable 比如说pid啊等等 或者process name啊等等 对吧 那我们再增加16个 我们认为的这个是一个应用程序里面或者exporter里面去注入的 我们怎么去查像我们注入到kbassnable里面或者annotation里面 env里面的这样一些属性呢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clickhouse里面用一个dictionary 这样一个机制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dictionary呢它是维护了一个pod id 比如我们可以把pod做一个编码 pod的数量一般可能比如说几十万几百万对吧 这样一个量级 这个在dictionary里面可能还是很容易的来去把它去承载下来的 mainpod呢它所相关的nable呢 我们都可以有key和value对吧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这张customnable的这张表我们可以进入下来 同样对于annotation啊对于env啊 我们也可以有内似的一个进入的办法 这个dictionary呢clickhouse里面的dictionary呢它可以加载到内存里面去做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翻译了 所以假设我们上面这里面有一个pod的 其实这里面也可以存成一个uint64对吧 也可以存成一个id 假设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pod的id 在dictionary里面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个pod的id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要去查询kbsnable的app这个tag app这个label它的值是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clickhouse的一个dictget dictionaryget 那dictionaryget呢它有几个参数 那第一个参数就是我用哪张dictionary表 这一张一个密码本啊 哪个表来去做一个翻译 这个表呢已经在内存里面已经在memory里面了 它是一张非常高效的一个翻译的一个机制 然后呢我要去得到它的哪个字段 对吧 得到它的返回 就是dictionaryget呢要返回哪个字段 比如说返回value字段 那我需要去查的呢是 比如说我这个数据里面 就这个数据里面 假设这里面是pod的id啊 有一些差异 如果说我数据里面是pod的id 我把这个我的simples里面的pod的id 和我的nable的key app 如果是这样 我们要查app就这就写app 那如果查env 那environment这些environment的env 我们把它add成一个新的列叫app 那这样去查出来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个 就等于 相当于呢 你在原来的这个premise simples 这张表里面把所有的kbisnable都存下去了 其实这里面就基本上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方案了 我们将targetnable 将premise 就是target里面的一些nable 以及呢所有的这个kbis的再去定义 在去定义一个pod的时候使用到的annotation nable和env等等都可以去关联到每一个pod或者container上面 一旦关联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需要的这个 我们exporter这一侧 自己去生成的nable的数量并不是太多 那我们直接把它平铺存储下来就行了 对吧 然后上面我们再存两个meta的nable 来去使得我们整个dictionary的翻译的机制 使得也work的 基本上呢我们会看到呢 它的这个列的数量已经很少很少了 对 如果说我们再去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clickhouse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性能的列式数据库 列式数仓 对于这样的一个这样少的一个列呢 它也是能够完全能够媲美 和tsdb存储一个seriesid这样一个性能的 那tsdb存储seriesid之前呢 可能还要做一系列的翻译 把这个整个nable的组合翻译到一个特定的seriesid上 如果我们的series的体量特别大 那这个翻译可能还是比较困难和有挑战的 比如说我们的series的cardian edit 我们的cardian edit是两亿 对吧 或者是两个billing 20亿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内存里面去做这样的翻译的可能有挑战 我们还得在数据库里面去查一查呀等等 做这样的一些处理 而如果我们直接的来去做这个结合 和meta enable和dictionary以及把一部分没有规律的这一部分呢 屏幕展开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存储都会非常简单 我们这个整个存储的逻辑会非常简单 那这个在deaflow里面来我们把它叫做smart encoding 对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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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可能会有带着100多列或者是200列甚至200多列的这个tag给存下去 那我们做的一个做法就是分离的去传输tag和data 那我们把这个tag呢来去做一个编码 做一个ID化 那这个tag呢是很少的量的一个tag 是meta tag 可以认为就是几个 就是少数几个 而大量的customer的tag呢 包括kbass的nabel annotation env等等这样一些 包括普洛米修斯里面target的nabel呢 我们都可以去分离的把它存储在dictionary里面 所以呢我们的data和nabel是分离存储的 但是呢依靠Cleehouse的这个dictionary的机制呢 我们可以在查询的时候呢 就像在查一个bigtable这样的一个大表一样 我们的一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查询的时候可以是tag和无限的这个customer的tag的这样一个 非常宽的一个表 然后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做了分离存储 也做了这个tag的id化 对吧 所以我们在去写入Cleehouse的时候 会去取得得到比它的这个low cardinality的字段 或者是string的字段都要好的一个性能开销 就蓝色的这个部分 比如我们相比于low card的字段 我们的cpu消耗会小很多 那不需要Cleehouse对于每一份数据 把所有的这些这里面的tag都去翻译到一个id了 我们只需要翻译meta tag就行了 对吧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说 把这个对于存储的词盘量 因为我们已经转换成了一个id 所以词盘量也能降下来 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是右边的数据的评估啊 其实没有去包含到这些 这16个字段 这16个字段 我们实际上直接存一个string的 low card的一个string就行了 嗯 OK 我们下面会有一些benchmark的一些结果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和victorial matrix的一个比较 这个里面呢我们的 呃 呃 呃 地普浦和victorial matrix 呃 和 呃 mimear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和vm的消耗是相当的 呃 第二行是这中间这一行数据直接是从 victorial matrix 官方的这个一个博客 benchmark的博客里面取的数据啊 呃 这是一个呃 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情况下 那好处就在于呢 我们确实是呃 相当的一个资源消耗 但是那个 cardinality 呢 可以是unlimited 对吧 我们的 可以增加任意多的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kbis-enabled的呃 呃 这个呃 字段都能去查询 对 呃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我们会有一些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的生产环境 比如说我们会有 呃 六千多个metric 然后target是二 两万多个 然后nabel的value是 七十九万个 这nabel value其实是平铺开的 它不存在一个迪卡尔级的一个情况 不 不像是那个cardinality的一个机制 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可以很大了 呃 对吧 其实这里面就已经是很丰富的一些 呃 nabel的值了 比如说我们写入四千k symbols 每秒的这样一个写入量 消耗的这个资源 其实也是比较可观的 刚才那个对比victorial matrix 已经做了这个资源 写入的一个资源对比啊 另外从查询上 如果说单节链有一千五百 一千五qps的情况下呢 我们通过一些 cache的一些机制 其实能达到 也是能达到比较好 就是查询加写入 四百k的 samples 每秒 就是四十万 samples 每秒 加一千五百k的查询 我们整个的这个机器的 cpu的usage是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之间 嗯 呃 那最后这一页呢 其实就介绍一下我们 做的这个工作背后的一个项目 就是deepflow 对 deepflow呢 它其实也可以作为 呃 premises 它的后 它的一个backend 对 它的一个remote storage 那我们现在也支持像premises呢 把数据通过remote write的这个 API 写给deepflow 那同样呢 deepflow呢 更多的是去采集 eBPF的 啊 像指标数据生成拓谱 像分布式追踪数据 我们有基于eBPF的完全零侵扰的 这个分布式追踪 那以及continue profile数据 啊 这个都是deepflow原生的功能 那这些数据呢 那也可以以一个source data source的方式 比如说为Grafana 提供sicle的API 为Promiseus提供PromQL的API 对 还可以去export的到 open telemetry的collector等等 都可以去来去做这样一个能力 那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 呃 微信的 呃 这个群 大家有兴趣可以加一下 然后 当然也有discord discord在我们的github的这个 啊 这是我们github的地址 这是我们的官网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实际上这是我们把我们的呃 项目里面的可观色系能力里面 其中一小部分来去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呃 呃 来去分享一下怎么去做一个呃 其实特定场景下 因为可能呃 我们的一些使用场景呃 我们希望呢 这个Promiseus的后端呢 它可以 不是那么需要有人去维护 不是那么去关心 你不需要去呃 提开发的屁股说 哎 你这个Nable 为什么又又又又 有一个高技术的这个字段写进来了 对吧 你不需要去特别小心地去维护它的内存啊 等等这样一些资源消耗 嗯 嗯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 呃 我要递一个话筒是吧 就是你可以回到前面那个呃 定义schema那个页面吗 就是 具体是在哪个页面 呃 对呃 这个也行 比如说我看到你定义了一个LabelName1 和LabelName到16 那比如说 他这个LabelName具体的值和比如说MetricName这个关系是怎么维护的 哦 呃 我们可以有一张那个额外的一张表来去维护一下 但是这个表可以在Dictionary里面或者在Matico里面都行 这个我就没有多做介绍了 他可以把每一个Metric的Nailout其实把它去存下来 这Nailout就是说它有哪些 哪些Nable 对 所以往后追加就行了 这个不会太多 就在我们做了这么多事以后 对很少 已经 好的 谢谢 你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样吧 这个这个你们Deepflow做成一个remote story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有很多个Cubernetes集群 然后我通过这个我每个集群里面会有一个Promise HA 然后他负责采集这个这个集群的然后我再通过remote write过来做一个Deepflow的这个 呃 呃 存到一个Deepflow的一个集群里面去 然后我这个查询我就呃 呃 从Deepflow来查询了这样的一个方案里面是呃支持的吗 对支持的就是数据是怎么过来的像这些External的Signal ExternalSignal包括PromiseUS它会先到我们的Agent 因为Agent里面Agent它可以在每一个Kubernetes里面都会有 其实Agent也可以作为PromiseUSServ的一个Sitecar 或者可以和他半生的都行 那Agent会把数据给到比如说一个Server的一个集群 这个Server集群就是面对所有的这个PromiseUS的Cluster的 而在网上呢我们提供的Query的API呢这些都有 包括PromiseUS的QueryLanguage 所以理论上来讲把PromiseUS的这些所有的Explorer的Metric导到Deepflow里面来以后呢 像Grafana上的Dashboard的应该是不用改的 就说那你们是必须要有把这个Deepflow的Agent作为PromiseUSSitecar来 才来传输数据到你的这个Server是吧 不见得就是它可以是Sitecar也可以是两个独立的Pod 只要是能够去把数据传给我们的Agent就行 但是我们没有去采用一个直接转给Server的办法 主要是考虑到呢 其实Agent呢它可能可以散步到好多这个Cluster里面 我们不需要把Server也散步过去 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对于我们Server端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复杂度就会低一点 因为Agent它是一个很轻量的一个存在呢 而且除了去集成Integrate的PromiseUSS的这些数据以外 我们还可以Integrate的像OpenTelemetry啊像EBPF啊都可以去采集到 那那我其实我这个要确切的问题就是说你们支持那个PromiseUSRemoteWrite吗 还是说 对确切的支持 下面这一侧是RemoteWrite 上面这一侧是RemoteWrite和PromQL两个 OK谢谢 你好 就是还是想问一下那个因为您提到了那个分离了相当于Infra 就是Kubernetes本身的那些Label和那个Application的Label嘛 对 对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很多时候 本是那些Infra的那些Label是Cardinality很高 比如说像这个CAadvisor爆露出来的这些Matrix 我想问一下就这些的话你们有没有测试过是大概能优化多少 因为刚刚提的那个case里面主要是针对Applabel的优化 所以说拆封了这两块对是其实两个方面第一部分的就是Infra的Nabel呢 它的数量就是PromiseUSRemoteABI返回的一个数量 可能一般是万或者是十万量级对吧 其实取决于你的这个Pod的数量 对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在Cluster数量和Pod数量非常大之后像CAadvisor里面的很多的ID它是变得非常非常快的 是的 是的 所以Cardinality就很高 对但是这个问题不大就是说呢 它再怎么快呢其实呢它还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就是虽然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个Label 但其实它都关联到Instance or Job 那可能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这是故事的其中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呢 我们其实认为呢不需要Target注注这么多Label 我们会发现的所有这些Nabel比如说这个CastName呀LameSpace呀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Pod的属性就可以拿到 不需要注视到Target里面 Pod的属性拿到以后我们再怎么去办 再用一个那个所谓的这个Dictionary就可以查出来了 那比如说Dictionary里面存了这个PodID嘛 那如果说我PodID增长得很快的话 这个会不会对于这个本身Dictionary性能有一些 Moron的话Clickhouse的Dictionary在50万以内 那是一个Flatten的一个Dictionary 在网上呢它可以有一些像Hashi呀 其实查询的速度也不是任何问题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之上也做了一小点Cache 就是查Nabel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去做Cache的 然后最后想问一下就是整个这个Table创建 因为是要预先根据你的这个Label的Structure来创建吗 这部分是手动的过程吗还是 是自动的自动的 其实这个不是太复杂 就是动态的可能在这一部分 比如说16不够了 再去给它加一点 好的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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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看最后是我们用一个AppLabel加那个TurgetLabel 然后一个组合嘛 对 然后我们刚开始不是第一个方案就是在探索的时候 然后是先用了一个数组 对 去把所有Label进行那个下标 然后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在最后那个只需要那个16个Label的时候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数组有一个 就看你对于查询性能的一个数据有多大 但查询查Nabel的这个过程确实可以用Cache去解决的 如果说是用数组的形式去存下去以后呢 它可能会减少很多维护的复杂度 对 但同时呢会 这是一个Balance 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愿意去扫那个16个长度的一个数组 那完全是OK的 嗯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